我再一次強調 新北市沒有自創的SOP 新北市沒有自創的SOP 新北市在疫情期間的病患的後送機制 完全都是按照中央的指引來執行 新北市的送醫沒有自創的SOP 4月14號事件的當天 衛生局跟衛生所的電話為什麼打不進去 民眾質疑是不是下班了呢 我要跟大家說明 4月14號新北市的確診有360人 居家隔離1萬多人 是全國最多 當時我們全國的防疫政策 還是採取清零的政策 工衛端需要投入大量人力 進行疫調 進行匡列 接觸者採檢 還有管理 還有包括送醫 送集中檢疫所 當天及疫情嚴峻的每一天 衛生局 衛生所的人員都堅守崗位 努力地處理回應 每一通民眾來電的需求 朋友以及線上正在收看直播的市民朋友 大家午安 因新冠肺炎 新北市持續召開疫情說明會 今天由市長侯友宜 副市長劉荷然 衛生局長陳潤秋 消防局長黃德青 以及衛生局發言人高施奇 還有消防局的秘書林市民出席 首先我們請侯市長 為我們說明今天新北市疫情的最新進展 新北市的市民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新北市的新增確診個案6296人 至於機格列管是11575人 本日可解隔是4423人 至於機家照護的執行中是29,044人 依據我們康復解隔是7184人 至於我們的確診人數的整個曲線 也是在微幅下降 但是下降的速度 趨緩 並沒有下降跟以往比較快 所以後面的整個確診人數還是在6296人 至於我們機家隔離的人數大概是11575 跟昨天跟前天相似不遠 至於我們的機家照護的執行跟解隔人數 他們陸續累計已經康護解隔人數是577015人 那解隔人數已經快將近60萬人 跟我們的執行數加起來將近60萬人 那就是我們的機家照護做到目前的整個情形 那我想藉今天這個防疫的這個報告裡面 特別把這幾天因為消防局的電話錄音 遭到公布以後 對家屬以及相關通人 產生困擾甚至傷害 甚至還出現許多逝世而非的論調 造成社會的紛擾 我們有責任在今天再度的說明事實 經向避免遺甲亂針的消息 來繼續傷害家屬也傷害了我們同仁 所以因此我們今天特別請消防局 衛生局兩位局長 向大家對這些錯誤的信息 再度進一步 很清楚的給大家再做報告 謝謝 好我再一次強調 新北市沒有自創的SOP 新北市在疫情期間的病患的後送機制 完全都是按照中央的指引來執行 新北市的送醫沒有自創的SOP 那送醫的指引有兩個 第一個是依照當時中央在今年CDC1月1號的 居家隔離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者 接受醫療招募時的感染的管理措施 那他說居家隔離民眾危急時 可以直接打119及聯繫衛生局 並告知緊急救護人員相關的TOCC 那緊急救護人員也要先行通知 接收個案的急救醫院有關其TOCC 那第二個是111年6月1號 消防署也涵班了 那消防局關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第三級疫情警戒救護應變指引 他說當有危急個案 119派遣防疫分隊要著標準的防護裝備 積極聯絡衛生機關指定後送醫院 所以NN案發生時 衛生局有協調雙核醫院來收治病患 我們也有積極主動聯繫雙核醫院 那在NN案發生後 中央也分別在4月17號跟4月20號 也修改了相關的指引 那消防署今年在4月17號 他修正的內容是 當有九大警視症狀的時候 不必確定有接收醫院 就立即派遣最近的救護車來前往 意思就是說 119不必再聯繫衛生局協調收治醫院 即可立即派遣 那在4月20號的時候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也公告了 然後換寬民眾的就醫的一個交通方式 民眾可以直接打疑酒 也可以開放民眾可以自行前往就醫 我還是再次澄清一個錯誤的訊息 再次強調 新北沒有自創SOP 新北沒有自創SOP 新北沒有自創OSOP 以疫情嚴重的北部七區而言 我們可以從最近的媒體報導也得知 基隆跟桃園也都是依照當時中央的指引來辦理 最後我要表達 在疫情期間 對於所有聯繫緊急救護案件 我們都是戰戰兢兢 積極努力要做好相關的聯繫 儘快將患者順利送到醫院 有關於4月14號事件的當天 衛生局跟衛生所的電話 為什麼打不進去 民眾質疑 是不是下班了呢 我要跟大家說明 4月14號新北市的確診有360人 居家隔離1萬多人 是全國最多 當時我們全國的防疫政策 還是採取清零的政策 公衛端需要投入大量人力 進行疫調 進行匡列 接觸者採檢還有管理 還有包括送醫送集中檢疫所 當天即疫情嚴峻的每一天 衛生局衛生所的人員都堅守崗位 努力的處理回應 每一通民眾來電的需求 打不通電話是因為戰線 防疫人員都很認真的 在持續的工作 有些常常都是到深夜 我們值班的手機 24小時都是待命 處理每一位市民的需要 新北衛生局衛生所 沒有唱空城劑 雙和醫院當時是什麼樣的狀況呢 我想當時我們所有的醫院都非常的辛苦 因為他們也要照顧確診的病人 也要照顧非確診的病人 當時也有醫護確診的狀況 在很多醫院都有 雙和正好在那一天 在那個時段 他也有急診的醫護確診的狀況 在這時候急診採取了分區清銷 以及降載的措施 6點25分的時候 消防局聯絡到了衛生局 衛生局的人員就立刻聯絡醫院 醫院也協助安排到專責病房收治 後續全力的救治 另外一個是問 為什麼這個連續的過程中 需要不斷的來重複這個訊息 這個部分呢要跟大家說明 依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對於傳染病管理的通報 確診者他必須要在中央的 法傳系統上面查詢 接觸者呢 又需要在Trace系統上查詢 這兩套系統是不相通的 需要輸入個別的資料 在每一個系統上才能夠查詢 所以我們必須要問很多的資料 然後還有一個部分是安排就醫 因為送醫這個部分 是真的不能送錯 所以處理的人員在交接的過程中 他要再三的確認患者的身份 以免有錯誤的產生 第四個問題 為什麼衛生局跟雙核醫院中間 沒有錄音檔 還是要跟大家解釋 這是新北市的衛生局 我們目前使用的電話系統 是在104年建置 沒有設置錄音的系統 我們有少數的機查跟檢舉的專線 他是用外掛式的錄音設備 這個是碰到有爭議事件的時候 需要的時候才會啟動 一般的行政電話 包括專責處理防疫業務的集管科 電話還有綜合衛生所 是沒有設置錄音設備 所以是沒有錄音檔的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也已經有跟家屬當面的說明過 以上這些問題大家關心的問題 其實我們也都非常多次的跟大家說明 今天再度要詳細完整的跟大家再說一遍 接著進入媒體提問時間 忠實陳薇慈 環宇 林嘉倩及華氏 陳詩雅提問 NN8再提7個疑點要求公開3個報告 希望可以公開雙核醫院跟衛生局橫向通聯記錄 有檔案記錄嗎 市府是否會提供請問回應 好 衛生局再次說明 新北市衛生局目前所使用的電話系統 是在民國104年建制 沒有設置錄音系統 所以除了少數的機查 還有檢舉專線 有外掛的錄音設備 這些設備是在需要時 有爭議案件才會啟動 那一般的行政電話 包括專責處理防疫業務的集管科電話 還有中和衛生所 都是沒有設置錄音系統的 所以沒有這個任何的錄音檔 那關於這一點 其實在6月2號 我們也當面有跟恩恩爸爸 詳細的有說明過 華氏陳詩雅提問 請問消防局第一通的接線職情人 有明確把恩恩意識不清楚狀況 轉達給詩小姐嗎 當下勤務中心的指揮狀況如何 消防局說明 事實上在第一通報案電話 進線消防局119之後 現場的人員都清楚了解 它是違紀個案 所以我們就很積極聯繫 衛生單位及雙核醫院 以上是消防局的說明 自由周湘雲中天蔡炳宏民視黃國城提問 市長昨天上午說會扛起全責下午說交給司法調查 恩恩爸認為新北市府以托待變沒有拿出誠意 到底哪個才是市長的態度能不能更清楚說明會不會道歉 恩恩爸也認為市長是否下台不是他說了算 而是要給選民去判斷 市長認為這件事究竟誰該負責 然後恩恩爸早上也提及 市長說交給司法調查是在打迷糊仗 他根本連告都還沒告 請問市長怎麼看 這個司法的調查是公正的客觀的第三方 由公正的第三方來釐清事實 是大家都能夠比較有一個客觀的標準 那只要司法調查報告完成 該負的所有的相關責任 包括我自己在內都完全沒有例外 中天蔡炳宏提問 恩恩爸喊告市府這邊會如何因應 恩恩爸還提到 近期都沒有任何市府相關人員與他聯絡 市府是否已經中斷與恩恩爸的溝通 一切都交由司法調查嗎 這個部分我們是會尊重 那跟恩恩爸爸的溝通這個部分 其實一直以來我們都非常的關心恩恩爸爸 從恩恩住院開始 我們一直衛生局還有社工 都全力的協助也都與他保持聯繫 請問市長怎麼看 恩恩事件引發藍綠工房 會不會擔心影響年底選情 這個所有的調查我都給予尊重 最重要我們好好做事 把我該做的本份工作努力的做好 好請問現場的媒體朋友還有其他問題嗎 沒有的話我們今天的疫情記者會到這邊 告一個段落 謝謝手語翻譯人員王興強老師 也謝謝各位的參與 謝謝你 我來看你們 大家要緊接你 謝謝你 謝謝你們 謝謝嘉 Cong